嗨 我是路克 今天繼續來分享艾爾登法環 黃金樹幽影DLC 護符收集的攻略 在之前的影片中 我介紹了7個很適合推圖的護符 但以這次DLC的設計來說 減傷也是推圖很重要的一環 因此今天我會介紹 7個好用的減傷型護符 首先是金黃色編法 效果是聖屬性減傷率提升22% 本質上就是聖龍灰護符加3啦 只是設計比較特別而已 這段會跟指頭女巫之線有關 我這幾天會補上相關的內容 飛到幽影從後門 右邊有一個女神像 前面有系統訊息提到 聯名那些被蠕走的汙者吧 講到汙者就會想到玻尼村的故事 此時我們回去玻尼村 往我標記的地方走 從制服出來後往東北方跑 這邊可以直接跳 之後左轉向前衝 標記的地方有棵樹 在下面就能拿到肢體動作 母親啊 之後飛回幽影城後門 如果不知道怎麼來的話 可以參考我之前做的影片 到剛剛的場景用這個動作 女神像就會移開 並開翻一條新的道路 直走 出去後往左前方走 可以解鎖制服點 之後騎馬過去 到這邊的時候會聽到熟悉的背景音樂 並看到熟悉的聲音 先無視它 往上撥走 這邊往左前方走 再來這邊繞上去 術前就能撿到金黃色編法 再來是屬性龍灰護符加3 減傷幅度跟金黃色編法一樣 首先是火龍灰 起點是牧師廢墟 往南方的懲罰要塞走 從赤服出來後一路向南 沿著道路走 路上會有靈火龍 不用管他 出去後右轉 能解鎖制服 牧師大盜 南方 再來直衝懲罰要塞 進門後往右前方衝 左邊那個小黃霸當不用管他 下樓踢後往前走 之後左轉 這邊再左轉一次 到這個場景後往右繞 把雜魚清掉後往左前方跳 靠鐵龍一路往上 這邊右轉後再直走 裡面的寶箱有我們要的護符 再來是雷龍灰 這東西真的超級簡單 起點是寶藏庫內區 從赤服出來後往後 往左邊滾 後面的道具就是我們要的護符 最後是魔力龍灰 起點是城的前方 照我標記的順序走 從赤服出來後先往第一個標記走 跳下去後往後 在這邊往左跳 裡面的道具就是我們要的護符 之後是珍珠龍灰護符加3 效果是物理外減傷率提升11% 針對性比屬性龍灰弱 但如果敵人輸出屬性不只一種 就能有不錯的發揮 我看有不少人會拿來推圖 起點是寶藏庫7樓 先往下跳 這邊繼續往下 之後往右前方走 路上會有很多小黑人 不用管 走到底會有一個拉桿 操作之後就會改變寶藏庫的位置 之後傳回寶藏庫4樓 往後走 目標是雕像的腳 建議先往右 助跑後再往雕像跳 這地方不好跳 不這樣跳的話真的很難 爬上去之後往下滾 往反方向看 就能入手護符了 再來是珍珠龍灰護符 效果是防禦時提升物理外減傷率 且幅度高達20% 起點是鼓儀機下方 我標記的地方有個均勻 從赤幅出來後往右前方跑 先把敵人確實輕跳 之後開寶箱 就能入手護符了 欸靠北 竟然有漏殺的敵人 最後是銅綠原諜 裝備重量越重 防禦率會越高 這會對應到兩種情況 裝備重量為重的時候 所受傷害減少10% 裝備重量為過重的時候 所受傷害減少20% 這個護符的路途會需要摩石劍鑰匙 如果已經有的話 可以跳過恩西斯城這段 起點是城主的房間 從赤幅出來後往左前方走 這邊下電梯 到下面後把眼前的敵人幹掉 前面的塔裡有個寶箱 就能入手摩石劍鑰匙了 之後飛去大道旁的十字記號 往我標記的地方走 那邊能解鎖電風扇 初次俯貨往西北方跑 這邊直接下去 之後往左前方走 調查左邊的石像 就能解鎖電風扇了 這個電風扇 會把我們吹到老虎古遺跡 往東北方走 前面有個金色混蛋 建議繞過去 繼續直走 到一季內部就能入手銅力圓碟了 以上是這次的減傷型護符收集攻略 如果有什麼需要補充的細節 我也會放在自頂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